小灰灰上学季 联谊会 老师报名还要交照片 今天班了明天才能拿到 来不及了呀 真是的 都怪我睡过了头 这不是大冬天机吗 正好我就用它来拍照片 马上就能拿到 奶羊羊 发生什么事了 不会是灰太狼来了吧 你会来到来的可可抱呀 你们看 老羊羊这是你吗 怎么这么多皱纹 村长 为什么这个机器拍出来的照片会变老呢 为了让你们体会到老年羊的生活 我特地制作了一台机器 让你们看到自己老年的样子 我们也要拍 我怎么变成这样啊 我房间里的照片还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呢 对小时候最开心 可惜我们都长大了 没关系的 我刚才还接到一个通知 下周我们要和小胖羊学校展开联谊交流会 每个学生都要准备节目来迎接他们 是 我表演的是 杂技 你这个真厉害 谢谢大家 来看我的 太厉害了 我这几天加紧练习 到时候正式表演 我还能举上更重的 当我了 我唱歌给大家听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有二人的痛难想象 真不错呀 懒洋洋 你准备了什么节目啊 懒洋洋肯定懒得准备 胡说 我的节目肯定让大家大开眼界 我要表演的是梦游 等我开始打呼噜 你们就可以发出指令 我就能做出正常生活中做不到的事情 你能在天花板上行走吗 我做了什么 我又说肯定很精彩 谢谢大家 小灰灰灰 你的节目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 你回去慢慢想 别着急哦 我回来了 我正在弄饭呢 书包放好了就过来吃饭吧儿子 不知道 不知道 今天没兴起 你怎么不开心了 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快点跟爸爸说说 我们学校要和小胖洋学校联谊 每个同学要准备一个节目 可是我还没有想到表演什么 一定会让同学们失望的 不会的 让爸爸来帮你想办法吧 大肥羊迎来小胖羊 岂不是肥羊更多了 大肥羊是儿子的朋友抓不得 抓小胖羊总可以吧 就来一个大便活狼混进阳村抓走小胖羊 你就去表演魔术大便活狼 把爸爸从相思里给变出来 我们父子联手 这个节目肯定是当天最精彩的 太好了就这么办 爸爸你真心 下面是小灰灰给大家带来的 精彩魔术表演 小灰灰同学虽然是一只狼 但是有着羊族正直的端正的品格 请大家鼓掌欢迎 我表演的是大便活狼 等我再打开这个盒子的时候 狼马上就要出来了 好厉害呀 我给云克看见狼啊 好不哦 你们这群笨蛋 那么期待看到我 那就跟我回家当我的晚餐吧 妈妈 排练的时候不是这样演的 老婆 我回来啦 老婆 天哪 没看到我正在敷面膜吗 老婆 我是来给你惊喜的 看 我抓到了三只小羊 太好了 还不快去烧水 灰太狼 你已经被包围了 赶快放了小胖羊 否则我们就要开始攻击了 攻击 我这里有三个羊只 你敢攻击我吗 让灰太狼叔叔 把你们挂在窗户上面 下面的细洋洋哥哥 就不敢用大炮攻击了 不要把我们挂在外面 我们会害怕的 可是 我们胆子很小的 每次我一受到惊吓 肉就会变硬 就不好吃了 也对呀 我还是用稻草做几个替身吧 嗯 如果我们被吃掉了 会有纪念碑吗 小胖羊都是 小胖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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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们带出来了 太好了 快藏起来吧 灰太狼 你还不投降吗 我这有羊只 看你们还敢不敢攻击 我这个坏蛋 每次都骗我 肺羊羊哥哥 帮你教训他 肺羊羊哥哥 帮你教训他 鬼太狼 发生了什么事啊 老狗不要怕 我来救你 对 刚才真是太刺激了 对 以前都没试过 小胖羊哥哥 你是灰太狼叔叔的儿子吗 是的 不好意思 我爸爸给你们添了麻烦 你和灰太狼一点都不像 你诚实 你善良 你正直 果然是一只正直的狼 谢谢你们 小灰灰经常这么帮助我们的 我们加快步伐吧 大家在学校里肯定都等急了 麻烦烦村长啊 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 学生们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要着急 西洋洋他们一定会带着小胖羊们凯旋的 在太阳下山前 他们一定会出现的 他们回来了 孩子们 你们没事吧 校长 我们没事 这一切 这一切得多谢 喜洋洋哥哥 和小灰灰哥哥他们 灰太狼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三只小羊被救走了 那你还不追 他们有大炮 我不敢 你什么 这一切没用的造型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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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